在最早的脸书网站上 每个页面的底部 都有一行小字体的宣传词 马克·扎克伯格出品 而在介绍服务的网页上 它的名字下面罗列着这样的称呼 创立者 主宰者 指挥官 与全州公敌 而现在脸书已经从哈佛大学走到了全球 全球用户超过10亿 旗下拥有WhatsApp Instagram等应用 称霸全球社雕江湖 那么是否那句创立者 主宰者 指挥官与全州公敌 应该换成另一个名字了 创立者 主宰者 指挥官与全球公敌 早在扎克伯格苦学汉语 与华裔妻子大秀恩爱 打造清华形象时 美国网友就扒出了他诸多黑调 甚至有不少美国人指示他是犹太凯撒 有着不可一世的控制欲 这种说法并非空穴来风 早年间 硅谷八卦媒体就曾经披露过 扎克伯格的几段聊天记录 如果你需要哈佛里任何人的资料 尽管跟我提 我有四千多个邮件 图片 地址 什么 你怎么搞到的 人们提交到网站上来的 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 他们就是相信我 一群傻 而在脸书创业过程中 他也被曝出通过卑鄙手段 排挤走其他创始人 甚至和脸书最初创业团队的 温斯勒兄弟对簿公堂 最终霸占了脸书的创业权 或许商业手段上的无所不用其极 正如他早年名片上的头衔 我是CEO兼BX 而在脸书成长为商业帝国的过程中 抄袭 偷窃 和恶霸式的打压 也伴随着脸书的发家时 扎克伯格并不否认抄袭 在美国一次听证会上 他是以支支吾吾的默认姿态承认了抄袭 对于硅谷的同行来说 这种认错并不让人惊讶 因为在脸书内部 甚至还有不要太过骄傲而不去抄袭的口号 而偷窃 据美国媒体披露 为了吸引用户注册脸书 早期黑客小扎便是偷窃女同学的照片 来为网站引流 以靠自身互联网的江湖地位 对产品进行恶霸式的打压 这已有目共睹 扎克伯格通过抹黑和抄袭 打击字节跳动旗下的TikTok 已经受到了全球关注 但这并非孤立 当社交软件Snap风靡的时候 脸书便迅速找到了Snap的CEO 洽谈收购 而在SnapCEO一娃拒绝收购之后 脸书便迅速推出了抄袭Snap的应用 并通过脸书向全球推广 大搞恶意竞争 然而TikTok的潮流气质 和全球用户的内容生态 脸书却怎么也抄袭不了 撼动不得 于是我们便看到了 中国窃取技术证据确凿的言论 显然 政治手段成了扎克伯格的武器 可是人们总是会想起 他在2015年捐出了99%的股份 价值450亿美金 也大概听说过 他至今扔开一辆 不超过20万人民币的日系车 似乎他对钱并无兴趣 那是什么 让他在商业竞争中 选择如此无底线的手段呢 扎克伯格早年的座右铭是 财富眷顾勇者 帝国没有界限 这来自于希腊史诗埃尼伊德 他清楚地记得特洛伊勇士 埃尼阿斯对于建立自己城市的 欲望和追寻 帝国没有界限 便是他的原动力 1984年 扎克伯格出生在纽约 一个犹太人家庭 这个36岁的宗法中年人 曾经就读于美国最好的高中 菲利普·埃克塞特的学校 他在那里学习拉丁语 并成为了古典文学爱好者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 罗马帝国的霸道精神 取代了犹太教前进的信仰 注入了他的灵魂 在高中毕业时 扎克伯格已经成为了一名黑客 在去哈佛大学学习心理学之前 他拒绝了微软年薪95万美元的工作 95万美元 我们大概一辈子都很难赚到这么多钱 2004年 大学二年级的他 侵入了学校的一个数据库 将学生的照片拿来 用在自己设计的网站上 共同班同学评估彼此的吸引力 在此之后的一星期 他创建了脸书的第一弹 因为他自己是红绿色盲 所以页面主要采用了蓝白两色 2004年年底 脸书的注册用户已经突破了100万 扎克伯格干脆从哈佛大学退学 全职运营网站 2006年 时任雅虎公司的CEO特里·塞梅尔 出价10亿美元收购脸书 称他为新凯撒 他不要钱 他只要控制世界 在扎克伯格脸书的页面上 他的兴趣一栏填的是 极简主义 革命和消除欲望 脸书的扩张就像一个 现实版的征服游戏 挂在脸书全球办公室的国旗 像另起一样 从美国到欧洲再到亚洲 逐步插往全世界的疆土 扎克伯格还是一个基建手 他随身带的少数行李中 总有一些基建用品 世界对他来说就像一个基建比赛 他习惯保持40者的警惕 寻找最合适的下一集 2010年 甚至有一部名为 社交网络的电影为他而拍 而他的前女友则说 你或许会成为一个 很成功的计算机人才 但是 这辈子都不会有姑娘喜欢你 这并不是因为你脑子一根筋 真正的原因只有一条 你就是个控制狂 而借助于脸书 他真正控制了 全世界十亿人的数据信息 但他真的学会了 敬畏手里的权利了吗 不 他内心仍是那句 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 他们就是相信我 一群傻叉 于是 脸书盗用用户数据的新闻 时不时被爆出 脸书侵犯用户隐私 甚至被美国政府公诉 他从全州公敌 真正成为了全球公敌 但那正是他想要的 凯撒不正是与全球为敌的吗 手里有剑就够了 管他手段有多下剑呢 现在 脸书正试图通过政治手段 进行不正当竞争 美国政府也随时有拉偏价 打压中国企业的可能 但全球用户都在看着 他们也会用脚投票 究竟谁是真正的社交之王 而社交之王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对用户的尊重 显然扎克伯格并不具备